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29号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来谈谈中国孩子在海外受教育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 是首先跟大家要谈到最近在加拿大发生在一起 中国来的一个富二代的学生的绑架案 这个绑架案呢是上个礼拜在出现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一个大陆来的来自大陆海南的学生叫陆万臻 他呢突然被绑架 他这个绑架案发生以后啊 这个社会上他没有博得一丝同情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富二代的这个姓陆的学生呢 他呢不仅仅呢这个有兰博吉尼 还有劳斯莱斯 有陆虎 他是一个高调在网上经常晒自己这种纸醉金迷生活的一个人 由于他自己不断的高调去宣传自己每天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必然引来了呢 引来了一部分人对他的炫富引起关注 所以他这个绑架案跟他的炫富有多大的关系 目前警方没有给予正式的答案 但是毫无疑问 人们都会想到跟他炫富是有关的 他的这个绑架案是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地时间的3月23号的傍晚 这一天呢 在加拿大多伦多华人聚集的这个叫万锦市 罗万珍他自己这个公寓楼呢 一个地下车库里面 他当时呢 是和他的一个女朋友 是开车进入他的地下车库时候 被三个蒙面男子对他进行了一个突然袭击 然后强迫地把他拉上了一辆倒旗的商务型汽车 他当时这个三个人抓着他肯定有一些反抗动作啊 所以呢 其中有一个疑犯呢 就用那种电颈棍之类的呢 这种武器呢 对他进行了这种电击 遭到电击以后 他肯定就说 失去了一定的反抗能力了 所以呢 他最终是被拖入这个叫倒旗的商务车内 然后呢 这几个疑犯呢 就驾着都车呢 逃离现场 当时他和他的女朋友都在场 他的女朋友呢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但是肯定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了 案发现场是有监控的像的 那么这个罗万珍的女友报警以后 加拿大的警方很快就赶到现场 并且呢 调看这些视频 还原了当时的案发状况 绑匪把这个车开出车库以后呢 就不知所踪 那么从警方调查的情况来看 这个绑架者呢 他是遭有预谋的 他们停台这个停车场 等候埋伏多时 他们对这个陆万珍的这个生活习惯也相当了解 而且目标很明确 他们就是绑架陆万珍 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 陆万珍正在加拿大约克维尔大学就读本科 他的专业呢 是工商管理 警方确认呢 他的英文名字呢 叫Peter 他有很多豪车 包括有一辆南部吉里 包括有一辆劳斯莱斯 包括他自己那天案发时候 他和他女朋友开的那辆落伏 那么警方讲当时的案发现场 就是在星期六 陆万珍和他女朋友 开着他这台落伏懒胜 进到他自己所住的公寓楼的车库的时候 随后就遭到了事先埋伏在这的三个蒙面男子的袭击 把陆万珍拖到到齐车内 对他的女朋友没有丝毫伤害 警方发言人当时就说呢 这个案子很奇怪 因为绑匪的目的是不明确的 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赎金的要求 这个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陆万珍 在几天之后 是在离他案发现场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居民去 他求救时候被发现 找到身上有轻伤 所以说他整个这个案子很离奇 因为绑匪没有提出任何赎金要求 也没有伤害他的女朋友 那么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就爆出说他的父亲是严诚的纪委书记 那么就显示他是官二代了 那么目前他是不是纪委书记的儿子的这个信息呢 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他如果是官二代 对方绑架他又不提出赎金的要求 就会让人浮想联平了 有理由认为 一个他这个做官的父亲是不是在官场上面 或者是说在官商结合之后 和别人结下了什么私人恩怨 这是一种猜想 还有一种猜想是吗 不排除有人要报复他这个官二代 那么同时他高调炫富 在他个人的社交网站上 不断塞除他的兰博基尼 劳斯莱斯 塞除他的路虎缆生 那么引起一部分人对他的这个炫富不满 有一种嫉妒心理 这些也都很难说 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留学生在加拿大可以讲叫富得离谱 他们戴的都是几万家园的手表 开的都是几千里外 就听得见发动机轰鸣的这种操跑 校园里面的那些年轻学生 他们坐在一起不是豆腐比阔 就是什么 就是泡牛鱼泡 但是你看这些学生呢 很多他们并不是像王思聪这种 来自中国这些富豪家庭 很多呢都是那一些官二代 一些官员的子弟 什么局长啊书记啊 他们的这些公子比比皆是 这也就是说明习近平反腐这么六七年来 他反腐 他不但是越反越腐 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党内的超级富豪 这个呢也没什么奇怪 中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来开始起 中共的大官显贵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他们都首先是把他们的子女送往美国培养的 上行而下销啊 你邓小平的孙子孙女儿 邓卓迪啊 邓卓睿啊 你都出生在美国 在美国读书受教育 陈云的孙女儿叫陈晓丹 在欧美名校读书 那个炫富呢 摆出来的那幅阔起 我们在网上很多照片都可以看到 有一张照片就是晒陈晓丹和薄熙来的儿子波呱呱他们俩 趴脱的一张照片嘛 所以说你看薄熙来的儿子波呱呱 习近平的女儿习明哲 温家暴的儿子温云松 他们哪一个不都是在海外都说 哪一个不都是在海外受教育 然后仗着他们家里面在中国的有权有势 带动了这种华人那种富二代的这种风气啊 中共哪一个高官家的子女 他们不是把他们想办法送到欧美名校的 既然最高领导人都这么干 那么其他官员为什么不有样学样呢 你们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嘛 所以说在中国 早就在官场上传说的 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 那么既然要养红颜大家都养 既然藏绿卡大家都藏 只是有的人绿卡不一定藏得好 被人家美国人发现了啊 所以说这些富二代他们在海外他们比赴斗阔 往往他们这些炫富的这些场面 往往首先被中共的纪委发现了 纪委发现就拿你家里面的父母开刀了 所以说中国的这些孩子 咱们在海外受教育的 可以讲基本上就是败家子 海外的教育现象这么多年来 中共大量的这些大官贵人 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海外以后 已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大量的中国富豪他们移民海外 他们这些人到海外 一是为什么把财产转移掉 因为他们在中国他们觉得不安全 第二个 他们早就在中国收刮了大量的财富以后呢 他们要把它转移到海外以后 在海外大好安乐窝 一旦共产党权力不保 一旦他们自己虔诚感觉到担忧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往海外跑 所以说中共的大小官员 他们早就在海外 尤其在美国加拿大这种地方 早就呢 买豪宅 昂财产 包二奶养私生子 然后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通通送往海外 在海外呢 早就安榨好了他们的安乐窝 但是他们很多孩子到海外来受教育 并不能像他们所想象的一样 能够在海外接受欧美教育后成为一流的人才啊 大部分这些孩子都像这种陆万臻这样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官 显贵 中共这些官二代 富二代的子弟们 他们在海外 他们学习的环境就这样 他们靠父母大量的金钱投资 他们可以上那种一流的私校 经过这些学校毕业以后 这些学校往往是在中国 或者在海外是那些专门为中国 富二代打造的这些私校 然后呢 给他们进行强化训练以后 让他们进入了欧美的一些不差的名校 但是这些孩子他的交友圈子是什么啊 这些孩子的交友圈子都是中文圈 什么叫中文圈 就是说他们的父母都是中共的大官显贵 他们彼此在一起他们都是用中文交流 他们彼此在一起就是百富斗阔 炮溜约炮 就是干这些事儿 所以说他们玩的这个圈子就是一个炫富的圈子 就是一个摆谱的圈子 就是一个拼爹的圈子 因此绝大部分这些孩子都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即使他进入了欧美名校 由于他始终玩的是这个中文圈 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父母移民在海外以后 就完全居住在华人区 居住在华人区 类似于就像加拿大温哥华的列治文 类似于像美国洛杉矶的罗兰港啊 纽约的法拉盛啊 这一类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华人集中的地方 这些华人集中的地方他们只需要讲汉语就够了 不需要讲英语 因为所有的店面都是华人的招牌 你进饭店里面吃饭 所有的服务员厨师都是中国人 你到商场里面购物 所有的营业员也都是中国人 所以说这些富人们他们如果生活在海外 纯粹是华人扎堆的这个选择 他不需要什么英语 因此这些孩子们他实际上他只是换了一个欧美的国家 他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但没有改变他的文化 也没有改变他的语言 更没有摆脱他们比赴斗国拼爹 和他们自己在中国生活的那个环境 因此来讲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孩子最终发生像这种陆万针这种 然后被人家绑架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的 在海外经常有华人学生被绑架 你看十个被绑架的学生有九个人是有家里面有显赫背景的 中国的这种来自中国官商背景的家庭 在这些人群里面 你很少看见那些来到海外 凭自己个人能力求学读书 然后在移民海外以后 然后自己培养自己的孩子长大的 在英文环境里面长大的中国孩子 你也很好看到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异议人士 他们的后代会进入那个序列 很多大陆来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孩子培养 都是走入美国这个环境 进入美国的这个英文圈子 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融进美国当地的文化 所以这些异议人士的孩子的发展 完全和官二代、富二代的孩子在欧美受教育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一个结果 大家都在接受欧美教育 很多官二代、富二代的孩子 他们上的学校还更加好 因为他们很多学校都是私校嘛 这些私校都要很高的学费才能进得起的 很多异议人士的孩子 他们根本没有条件进入这种私校 他们不过是在他们当地进入普通的公校 然后在这种公立学校里面 和美国这些普通孩子在一起工作学习 只是融入了这个英文环境 因此很多异议人士家的孩子非常的优秀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嘛 我们有一个六四的英雄 两个腿被坦克士当年压断的方正 方正的女儿是十年前进入美国的 当时只有八九岁 这个孩子进入美国以后 方正一直是让她在自己社区里面的普通的中学 也就是美国的公立中学、公立小学学习 这个孩子经过这么在美国的这个十年受教育之后 这孩子最近被美国知名的叫威斯里学院录取了 威斯里是个什么学院 威斯里是一所女子文理学院 可能一般人对威斯里学院了解不多 因为中国人一讲这个大 美国的大学就是藤校 其实我告诉你啊 威斯里学院的这个档次和威斯里学院的名气 不比任何一个藤校差 这个学校是1875年就成立的 它在马萨祖塞州的波士顿 是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 这个学校里面曾经诞生过两个美国的女国务卿 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叫奥尔布莱特 她是在1997年时候 在克林顿政府的时候出任克林顿的国务卿的 奥尔布莱特就不愿意威斯里学院 这个学校培养的第二位美国国务卿就是希拉里 希拉里大家就更熟悉了 是克林顿总统的太太 是奥巴马政府时候担任过国务卿 那么你就看看这个威斯里学院 她培养的这些女性的杰出人才都什么人 培养了每两个美国女性国务卿 那么中国知名的是谁 中国知名的我告诉你是宋美玲 也就是前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在美国求学 她上的就是威斯里女子学院 那么你说中华民国培养过美国培养过 有没有给中国大陆培养过 有过但是她也是培养在民国成长的 就是中国有个著名的女作家叫冰心 冰心她也是毕业于这个威斯里学院 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就知道这个威斯里学院 她在美国是非常有地位的 是非常高等的一个女子文理学院 方正的女儿是被这个学校全额奖学金录取 这个学校的奖学金正常的人 一年要交五万多美金了 但方正这个女儿极其优秀 她被好几所大学录取 最终她选择了这个威斯里学院 因为威斯里学院无论是她这个学校里面的名望 这个学校里面培养的方向 以及这个学校给方正女儿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都是方正这个女儿她自己结束努力的结果 方正是我们的一一人士啊 方正没有任何条件啊 方正不可能有条件把她这个女儿送到什么 送到什么私立学校培养啊 方正那个女儿仅仅是在社区里面 跟美国的普通孩子一样接受他们的公立教育 只是这个孩子特别优秀 只是这个孩子传承了她父母亲优秀的基因 所以这个孩子她就成长得很好 那你讲方正的可能是特例吧 我告诉你啊 我随随便便举起我身边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全民共争团队有元香居士吧 元香居士的儿子他上的什么学校 他上的是伯克利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伯克利啊 你去查一查伯克利是美国和麻省理工齐名的 美国顶尖的数理学院 那是加州最顶尖的伯克利大学 而且元香居士这个儿子 他上的这个伯克利大学 他是他这个里面核心的专业 他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专业 他这个专业是专门研究太空的 你看看这次川普总统也好 彭斯副总统也好 要讲美国要重返太空 那么元香居士的儿子就是为这个重返太空 所诉讼的美国间断人才 为什么我讲是间断人才 他这个伯克利大学天体物理专业 每一年只遭受12个学生 全美只遭受12个学生 11个学生来自美国白人 只有一个是元香居士的儿子 你说这孩子不优秀吗 这孩子有什么特殊条件吗 什么都没有 就是元香居士到美国以后 送达在美国普通的社区中学 跟美国的普通孩子在一起读书 只是这个孩子数理化的成绩 特别优秀 这孩子在美国的各式的数学大赛 物理大赛的屡次获奖 所以说他老早就被伯克利大学和麻生理工学院盯上 他高中一毕业就被伯克利率先入去 也是全额奖学金啊 这么优秀的孩子怎么可能拿不到全额奖学金呢 那么这是元香居士 那么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共振团队 也是我们自由雕塑员 我们自由雕塑员一共四个股东 陈文明老师 元香居士 我一个还有一个叫永奎先生 那么我再跟你讲讲永奎先生的儿子 永奎先生他把他儿子带到美国来 一样跟元香居士的儿子一样 他们都是在普通的中学里面 接受普通的公益学校的教育 这个孩子他进入了加州大学 那么你现在这孩子不优秀 他怎么就可以进入加州大学呢 加州大学你去查查他们全美的排名是多少 这都是非常优秀的 这都是我们异议人士的孩子 都没有任何特殊渠道的培养 仅仅是在美国本地上一个普通的这个公益学校 然后这个孩子凭着自身的努力 凭着父母对他们正常的一个三观教育 你可以看一看 艺人士里面凡是那些三观正的 凡是那些自己有政治的立场 凡是那些作风正派 个人有信仰 有不屑追求的人 他们给他们自己儿女传承的 就是这些孩子们认真努力地学习 同时尽快地融入美国的环境 而且在美国的这个英文环境中 完全融化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自身在努力 因为华人的孩子都很聪明嘛 因此他们不可能没有很好的虔诚 这就是教育制度和土壤的问题 美国有优秀天然的优秀的土壤 但是要看你这个种子 如果你这个种子放进去以后 你是属于在这个土壤中 能够生根发芽 能够开花结果的 那就像方正的女儿 像元祥君士的儿子 像永葵的儿子 如果你这个种子本身就是歪的 你就是富二代官二代 你来的就是豆腐比阔的 那你就去看看那些被绑架的 那些富二代 那些天天开着蓝布吉尼 老斯莱斯的 那些泡着妞的那些人 他们最终的结果 令吉华的儿子叫令谷 大家都知道吧 令吉华本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已经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多高的地位啊 他家令谷都是欧美名校毕业的 最后不就是在长安街上面 开着他的操跑 然后带着两个藏族女学生 然后一命呜呼的吗 中共的高官家培养的儿女 最终就是这样 要么就是像令吉华的儿子令谷这种 一场离奇的车祸 把自己的命送掉 还把他父亲送进了秦城 要么就像薄熙来儿子薄瓜奥这种 天天在外面炫富斗阔 最终什么 最终他年代为他父亲伸张正义 所以一花的权利都不敢 这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培养的人啊 而流亡于海外的很多民运人士 他们俩儿女 刚才给大家娶了 有方正的女儿 有袁湘吉尺的儿子 有永葵的儿子 他们个个都是美国顶尖的大学 都是美国一流的高校 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特殊的培养 仅仅是在美国普通的公立学校里面学习 最终他们就是这样的成长结果 所以说种瓜得瓜 种痘痘痘痘 你什么样的教育 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你留在中国留在中国吧 留在中国就是装逼的 就是像成果这样 在中国不也培养吗 中国顶尖大学不也培养吗 成果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 已经是博士学位 但是成果他在给他的学生教学时候 他居然能够把毛迭之年讲成毛治之年 青年少年青年还是毛治之年 不论你是体力劳动者 还是一个保安还是个小贪贩 一个文学博士 你觉得他的水平就那么差吗 他连汉语都讲不清楚 他凭什么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 凭什么是博士 但是他跟黑暗要和解啊 他要求他的学生学会跟黑暗和解 去学会去享受享受强奸后的那种快感啊 学会与黑暗和解 当你与黑暗和解的时候 黑暗已经不那么黑了 所以成果被中共培养成 即使当了复旦的教授 他不过是中共培养的一种装逼的老师 在中国这些成功人是装逼的多了 不知其美流强中一无所有王健林 毁创阿里杰克马普通家庭马化腾 听了你就知道什么叫装逼无形 中国的人就是再有成就的人 他真是一个自装 那么他们的耳语跟他们学的是什么样 王思忠就是榜样 大家可以看看王思忠是英美一流名校毕业的 他的父亲王健林是中国顶级的大款 最后王思忠你看看他自己 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干什么 这是不是中国一个企业家培养的儿子 这种就是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去泡明星圈 在明星圈里面变成什么国民老公 这就是王健林他培养儿子成功的道路 那么和加拿大被绑架的这个富二代的学生 王思忠和他又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中国的教育它的根源是中共这个邪恶的制度 因为中共这个制度邪恶 因为中共这个制度对中国的所有老百姓洗脑 即使是成功人士最终也是培养成这些像成果这类的装逼犯 更何况有大量的人你没有背景你成不了功 那么有一些人有些钱财的有些富裕家庭 说我们把孩子还送往欧美 你孩子送往欧美如果你泡在这个中文圈子里面 你泡在这个富二代官二代里面这个只会讲中文 只会豆腐百括的圈子里面 最终就是被人家描上的被绑架的那一类人 因为你永远没有找对你的根源 你要反对的是这个制度 是反对着共产党这个邪恶的专制 因为当你没有反对这个专制 你没有树立起理想 你没有一个改变中国民主现状的这种决心 你就不可能给你儿女有这样的教育 你给你儿女没有这样的教育 你就不要指望你的儿女会成为结束的 像方丈女儿那样能够进入威斯理学院 这种宋美玲曾经就读过的名校 希拉里曾经就读过的名校 因为你即使用钱堆出来的名校 你的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学的不是知识 而是学的怎么去装逼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